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首先要读的第一篇文章 是古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这个故事到后来呢 还成为了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叫做梦母三千 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梦母三千里面的这个梦母是谁 梦母当然就是一位姓梦的孩子的母亲 这个姓梦的人是谁呢 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梦子 我们知道梦子是中国儒家的 著名的代表人物对吧 跟孔子几乎可以并称为孔梦 而且呢梦子也是在中国历史上 被认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圣人 所以我们又叫他叫做亚圣 那么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他的父母是怎么培养他 怎么教育他的 关于这个点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留下了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梦母三千 那么这里面的三千的这个千呢 指的是搬迁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词叫搬迁 这个迁就是指搬家搬地方 孔母三千就是说 孟子的母亲曾经多次的搬家 那这里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要搬家 以及每一次从哪搬到哪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个文言的小片段 第一段说啊 西孟子少时赴早丧 一上来呢 我们先说西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以后大家碰到这种文言的词汇啊 其实就可以多多的进行一个小的方法 叫足词法 因为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呢 并不是凭空来的 我们其实跟古代的文言作品之间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是从古代的这个文言一点一点变成的 今天的现代汉语 所以呢 当大家看到一个词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不妨你尝试着去组一个词 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某一个 还在使用的现代汉语词汇里面 有这个字 也许它的意思跟今天的意思也有些相近 比方说西这个字 我们今天可以组一个什么词呢 大家组组看啊 有这么一个词叫往西 对不对 或者我们说昔日啊 那这个往西昔日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西的意思呢 就是从前 这个字就是指从前 就说从前 孟子小的时候 这又叫西孟子少时 所以我们在翻译文言作品的时候 也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则啊 这个原则叫做逐字对应 也就是说呃我们到了这个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逐渐的接触到一些文言的作品 那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怎么翻译呢 并不是说咱们看完之后 整个看完之后再回来说一遍说 这个故事是什么 其实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去对应原文当中的每一个字 比方说西是从前 少是小的意思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翻译成 从前在孟子小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翻译的内容 跟原文的内容 有一个很明确的对应的关系 那说从前孟子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 叫傅早上啊 说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这个也是中国古代的这个伟人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以前我开过一个玩笑 我说对于很多的伟大的人来讲 三岁好像是个坎儿 比如说这个孔子据说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掉了 据说孟子的父亲是在他三岁的时候也死掉了 那总之呢就是小时候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呢 这个父亲可能他对家庭中的地位比今天还要重得多 那个时候在外面啊 处理所有的事情 包括劳作主要都是父亲抛头露面 母亲通常是不能出门的啊 那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早早的死掉的话 那么在那个年代里边 这个家庭的生活条件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孟子小时候他父亲很早就死了 那这样的话 孟子是怎样被教育的呢 就说他的母亲啊叫长氏 这个姓氏啊很少见啊 我们读长 长氏守节 什么叫守节呢 守节就是守住一个妇人的真结 也就是说他的妈妈并没有再改嫁 而是一个人坚持又当爹又当妈的把这个孟子给拉扯大了啊 那接下来就讲到了他的母亲怎么带这个孟子 居住之所近于墓这是刚开始因为你这个故事要讲迁 这个迁就是搬家就是搬迁那么在搬家之前肯定得有个地方住对吧 刚开始住哪呢 他讲了住的地方近于墓就是离着墓地很近 那我们读到这条我们也就知道刚开始孟子的家庭情况怎么样 一定非常的差 所以才会住在墓地的旁边 对不对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啊 说哇他家特有钱 一个大house对吧 一个大别墅 完事旁边全是墓地 这不太现实 所以这个也其实进一步证明了 孟子小时候的这个生活条件是不好的 但是刚开始呢 家里边就住在墓地的旁边 结果在墓地旁边经常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都知道有墓地就有上坟的人 对吧 有上坟的人整天吹吹打打哭哭啼啼 所以孟子在旁边呢 小小一个小孩就跟着学会了啊 后边就讲到叫孟子学为丧葬 孟子就学着跟别人一样 办丧事办葬礼 而且每天这个学会的技能叫什么呢 就后边这个词啊 叫必永痛哭之事 这个必就是趴在地上的意思啊 就是扑倒在地上叫必 永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有一个词 又可以组词了 今天有一个词叫什么 用永来组一个词 叫永乐对不对 永本身就可以表示跳起来的意思 也就是说孟子那个时候学的都是些什么本事呢 身边的全是去上坟的人 大家要么就趴地上哭 要么就这个跳起来哭 对吧 你知道一个人啊 在这个丧礼上 在这个葬礼上面 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 可能垂胸顿足 对吧 所以孟子也学了一套这个啊 就每天跟着别人模仿啊 叫必永痛哭 整天就学这个东西 结果他妈妈就讲了 此非所以居子也 说这样的事儿 可不是用来让一个孩子去模仿的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绝对不能让我的儿子住啊 此非所以居子也的这个词 就是指在墓地这个地方 在墓地的附近 绝对是不能让孩子住的 通过这个小细节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点啊 第一个点是 一个孩子 他的成长过程当中 最容易受到的影响是什么 其实是环境的影响 我相信今天啊 在跟我一起读这篇文章呢 可能除了有很多同学 可能还有一些是父母啊 大家一起来读这篇文章 那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尽可能的让一个孩子 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当中 学习和成长 这是比较好的 我们以前有一句古话叫龙生龙 凤生凤老鼠的儿子爱打动 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基因啊 这个基因当然是有的 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 其实是环境 如果你整天生在一个没事就小头小摸的家里边 对吧 这孩子从小到大就喜欢给你随手顺点东西 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那如果你是生在一个爱读书的家庭里面 可能这个孩子呢 每天就喜欢读书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家里边整天就是打麻将 打扑克 这孩子可能就养成了一个赌博的坏习惯 所以其实这个成长的环境是特别重要的 通过这个小细节我们要明白这一点 第二呢 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什么样的母亲 是一个真正的好的合格的母亲 那就是非常重视孩子的成长环境的母亲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比较容易在意的是孩子的具体行为 比方说这个孩子今天这段题不会做 这个孩子今天这篇作文不会写 但事实上呢 这是孩子自己的事 你作为父母更重要的是给他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的环境 就像这个孟子的母亲所做的一样 因为我们前面知道啊 他讲了一个细节 他说孟子的父亲在孟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也证明孟子的家庭条件是很差的 不是大家今天想象的说搬个家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吧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人啊 如果你说我要搬个家换个地方 虽然不说像今天买学区房子这么困难 但是也不是个容易的事 特别是在孟子的父亲死掉这样一个事实的面前 他的母亲要带着这个孩子搬家是很不容易的 搬了一个环境 首先你这个换房子换地方就得这个费很大的力气 而且可能还要花不少的钱 更重要的是你可能换了一个地方之后 你的整个生活环境发生变化 对吧 你要重新开始 从头再来 甚至也有可能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承担一些损失一些代价 比方说他的母亲是不是要重新 重新去这个琢磨怎么营生啊 怎么找工作呀之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点 就是孟母搬家这个事 其实是不容易的 对这个母亲来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是哪怕如此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母亲的这个决心 他说这种地方不是应该让我孩子待的地方 依然啊 这个非常果断的离开了他原来的住所 去这个字呢 在文言文当中表示的是离开哪个地方 他跟我们今天在现代文里面的去意思并不相同 比如说我们今天说 哎 我要去广州 那这个去 那这个去在今天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到广州去对不对 但如果是出现在文言文当中 他告诉你说去广州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他的意思是从广州离开 这人本来就在广州 他要从广州走 这是文言文当中的去 所以在文言文里边碰到去的时候 我们把它翻译成从某个地方离开 所以在这里 呃这个原文当中就讲了说 乃去 就是于是就从原来的住处离开了 那就搬家了 搬到哪去了呢 岁千居市旁 这个市 我们今天其实还在用市场 对不对 也就是一个卖货的地方 搬到了这个集市的旁边 那我们发现这个集市的旁边 跟前面的这个墓地的旁边 有什么区别 从一个非常冷清的地方 搬到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 从一个到处都是 跟死人打架道的地方 变成了一个到处都跟活人打架道的地方 对吧 所以这个孟子的妈妈搬家呀 也是挑着觉得原来的不对 那我就搬一个跟他不一样的地方 结果搬到了集市的旁边 那孟子怎么样呢 孟子现在倒是不会整天见人磕头 对吧 见了人哭了啊 但是又学会了新的本领 说孟子又吸为古人血脉之事 这个吸啊 就是吸闹的意思 孟子这会儿也学会了一个新技能 这个技能就是 整天嚷嚷着 学习这个古人血脉的事 古人 这个字不要念假人啊 在文言文当中 如果表示商人的意思 他就要念古 古人就是做买卖的商人 那孟子学会的技能是什么呢 上次是上粉 这次是叫卖 对不对 孟子也开始跟着叫卖 啊 过来买西瓜啦 每天就变成了一个小份 这样的情况 结果他妈妈一看说 比上次倒是有进步 但是呢 此又非所以居子也 说这也不是 一个真正的能让孩子良好成长的环境 所以他妈妈说不行 那怎么办 还得搬啊 所以继续付出这个代价 再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那接下来他会搬到哪里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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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